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這道菜 分享這道菜叫做高粱冬至羊肉鍋 首先你可能需要一點八角 大概兩個左右 丁箱大概四五粒左右 然後來一點點的生虛 然後來一點當歸一片就可以 然後熟地大概兩三片 桂圓 然後來一點穿蟲 然後桂皮來一點點 這些東西你可以自己斟酌 然後再來一點點的甘草進來 那我今天會做的有點偏越南一點點 所以我放了一點香茅進來 我在做菜我喜歡放白胡椒 而且香氣比較煮 有點像這個馬來西亞的肉骨茶的感覺 然後包好之後放著 好那今天的醬其實就是一般我們在坊間 常常吃到這些羊肉鍋裡面的醬 我們把豆瓣醬放進來 然後來一點點豆腐乳酥 比例差不多一比一 壓平就可以了 我會建議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總希望說身體軟一點 你可以放一點點的高粱酒 不要多一點點就好 因為高粱酒味道蠻重的 然後去拌它 它的酒味的香氣就很粗 那我會習慣性會放一點點的香菜進來 因為我覺得在沾醬的時候 增加一點香氣是好的 接下來薑的話不要切太小塊 因為到底不好把它取出來 油可以稍微多一點點 記住要每次要把東西放進去之後 不管它鍋子多熱先把火關掉 有時候它裡面有一些水分容易爆 爆到時候比較麻煩 這時候再把火打開 讓油脂跟羊肉在炒的過程當中 把三味先拿掉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加第一次的高粱酒進來 好 等到高粱酒溫度下來之後 沒有火了之後就可以把水放進來 用大火去滾煮它 好 當這個湯呈現白湯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濾出來了 再來我們就是放第二次的薑塊 然後來一點油 然後把剛剛的羊肉再放回來 那記住剛剛的湯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那個湯其實是帶腥味 剛剛的薑也不需要 稍微煸炒一下 好 我們一樣再把高粱酒放進來 等高粱酒揮發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水放進來 那我在家裡面會比較習慣用壓力膜 比較快 不然你要把這羊肉熬到軟 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接下來就把滷包放進來 好 那接下來就把滷包放進來 剛剛的蔥放進來 蒜頭我會放著兩顆 帶球帶皮的 把它放進來 然後放一點點的醬油進來 然後鹽巴 然後再把剛剛大概五六朵的香菇 把它放進來 好 把它打開來 你稍微試試看 它羊肉的彈性如何 可以明顯看到 都軟爛 好 接下來只要把湯往裡面剝 這邊有豆皮 如果你喜歡吃豆皮的 因為大家如果常看我節目的人 都知道豆皮是我的死穴 然後枸杞放進來 還有最後的重點 來 高粱酒不再放進來 剩下它的酒香 把火打開 加熱到豆皮 軟了 這道菜它就完成了 我們常常在飯店會吃到一些大菜 我今天要做的是 123高粱排骨 那什麼叫做123呢 首先1 我們先放一湯匙的糖進來 都是平時 這樣這個比較精準一點 2的話我們放醬油 一樣是平時進來 3我們放點烏醋 不要太去擔心烏醋會酸 因為加熱之後 它的酸度會跑掉 然後烏醋的香會流下來 4的話我們就用高粱酒 增加它的酒香 2 3 4 然後先倒到鍋子裡面來 然後再把將近一斤的排骨 把它放進來 水的部分稍微放一點點進來 有一點把排骨都淹上來 那你把火打開 蓋子把它蓋上 中小火去煮它 那這邊 有煮滾的水 把它青江菜放進來 加一點點的油 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再放一點高粱酒進來 那一旦它回滾之後 你大概滾大概1分半左右 這個青菜就好了 把青江菜對切 然後把筋的部分往外面排 你也明顯可以看到現在的 排骨的部分 泡泡也出來了 這個泡泡就是 它裡面的糖開始生效了 讓它這個醬汁開始在慢慢再濃縮 隨時做一些翻動 可以讓它醬色比較勻 你只要記住煮到收汁 不要花你太多的心思就好了 剛剛放進去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那個醬汁 好像是比較偏淡 但是你現在的 你把它打開 它的醬汁是偏比較濃縱 而且油亮油亮 這就是我說的123排骨 那你現在把它 稍微再拌一下 你可以明顯看到 它的醬汁非常的濃稠 這就是裡面糖發揮的效果 那你可以聞到很香的高粱酒的味道 放一點點的芝麻進來 就可以關火了 接下來就準備來盛盤了 最後醬汁把它淋上來 如果我告訴你 這是一道飯店的大菜 你相信不相信 你絕對相信